张华县政府成立教育创新发展咨询委员会 邀请国内在学校经营建筑和教育政策 与行政专家学者参与持续努力 另外 为让张华县基欧退休校长 能在教育现场持续提供辅导的能量 邀聘12位荣誉都学 11日在县府三楼简报室 由张华县副县长林田富代表县长主播员扳证书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有12位退休的校长 接受我们县府扳授荣誉读学这样的头衔 这些校长过去都是在学校里面最优秀的领航者 他们退休之后 对我们张华县整体的教育还是非常的关注 所以这次我们县长特别聘请12位校长担任荣誉都学这样的职务 然后希望他们把过去在学校的领导统育 对整个教育的专业的部分 再次的贡献给我们的张华县所有的教育 我们希望经过这些荣誉都学的加入之后 我们整体的中小学的教育会有更好的前景 更加的精进 我们的所有的子弟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此计划由张华县政府教育处推荐优秀退休校长 由县长聘为县府荣誉都学 并依据各荣誉都学不同专长及经验分工 以专业或个案咨询辅导为原则 协助张华县国民中小学校长强化学校教学领导的功能 辅导教师课程设计 教材教法 亲师沟通与班级经营等 并提供教学咨询服务辅导访式 以协助教师教学成长 公益频道许维珍张华采访报道